因为想多赚点钱 她却跑出了中国近20年来最好的成绩 可成功的背后又有多少的心酸与无奈 1991年 这个壮族女孩出生于广西省的一个农户家庭 衣食无浊的生活并没有使她抱怨 反而从小就特别懂事 每天12公里往返学校的奔跑更是从不喊累 这也让她练就了一双铁脚板 从15岁进入体校 到20岁征战国际赛场 她想过放弃 甚至去餐厅当上了服务员 但比起打工 她更喜欢跑步 喜欢风从耳边呼啸而过的感觉 2009年 她正式进入广西省队 从此一路高歌猛进 先后摘取了全国市内田径锦标赛60米冠军 亚洲锦标赛100米亚军 还荣获了广西劳动模范称号 但通往梦想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大球试锦赛的想跑更像是一个魔咒一样 几乎摧毁了这个壮族女孩 她又一次想放弃了 但想起家乡那还未盖好的心房 想起了父亲那满是皱纹 却依然坚毅的脸庞 她叫维有力 命运一当沉浮在她的脚下